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娱乐圈里也一样 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小心谨慎 遵纪守法 并且对生活充满信心 1942年 石峰本出生于台北 名曹兆雄 他自出道以来便迅速获得了同行和群众们的喜爱与支持 之后 他加盟了刚成立的中华电视台 并先后出演了《嘉庆军与王德路》 《嘉庆军由台湾》 《西罗七剑》等作品 2019年 台湾首部政治悬疑电影《幻术》上映并举行了记者会 在影片中 石峰饰演的是前总统李登辉 而在记者会上 他谈起自己早在20年前 就曾以资深演艺人员的身份被李登辉接见过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李登辉看着石峰长达30秒 然后对他说 你一定会越老越红 可谓是一语成衬 一番神欲言 不禁让众人惊叹不已 此外 他还角色上身 气场全开 气以轩昂地说道 我现在呼吁全国同胞进戏院支持幻术 掀起了一阵高潮 石峰很有个性 也正是因为他的个性 喜欢他的人对他越来越喜欢 而不喜欢他的人 则是很容易对他产生厌恶 他曾坚持剧演连续剧《草地状运》的男主角 一开始 华氏主管与石峰参序 企图扭转他的意愿 但是他却依旧不改初衷 而且不愿说明缘由 仅称不易多说 说了会伤害他人 最后 华氏不得不让肖大陆接替石峰 他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不少女明星在和他合作过后 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早年 林月云和石峰因合作拍摄《西螺七剑》 被公认最具夫妻脸 也成了荧幕最佳夫妻 之后 两人虽各有归宿 却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石峰和老婆朱虚青结婚数十年 一聚美国过着内在美的生活 而林月云则恢复单身女郎的生活 在台湾 美国之间飞来飞去 快乐似神仙 之后 李鹏问过林月云的父亲 说动了隐退四年多的林月云 付出拍摄《何日均再来》 再次与石峰合作 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未见 但默契仍不在话下 在台南白河拍戏时 石峰还会主动为林月云夹菜 乐得林月云调侃地说道 如果你年轻时对我这么殷勤 说不定我就姓石了 2012年9月2日 石峰于晚间11点多 在北市仁爱路四段发生了车祸 与一辆逆向行驶的轿车对撞 索性人没有什么大碍 两辆小轿车车头全毁 强劲的冲击力道造成板筋扭曲变形 前轮受损 无法动弹 两车的气囊全部爆开 石峰身上多处擦伤 就以后发现胸部挫伤 手部擦伤 医师认为可能还有内伤 而逆向行驶车辆的驾驶员 与乘客却全都下车逃逸 只留下壮烂的车子在现场 甚至连手机 皮夹都来不及带走 警方怀疑他们可能是酒后造势 才跑得这么匆忙 案发后 十分神情疲惫 身上多处擦伤 在医院做简单包扎后 已经可以出院 但想起造势逃逸的驾驶员 他依然很生气 索性这起车祸 并没有酿成严重伤亡 但对于石峰而言 恐怕这是他最惊魂的一页 警方根据车内遗留的物品 追查造势者 约谈了车上的成员到案发现场 自称开车的39岁张姓无业男子 声称自己并未酒驾 是指定驾驶 其他三人都喝了酒 只是因自己不熟悉路况走错了路 而撞车后 因郭姓有人满口鲜血 大家急着送他就医 才会离开现场 然而 受伤的郭姓男子 只是嘴唇受伤并没有就医 全案仍有一点 台北市井大安分局 依公共危险罪 造势逃逸罪 将张南涵送法办 有句话说 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 从石峰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深刻地了解这句话 但不可否认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小心谨慎 才能享受到这其中的美好 除了事业外 他的感情生活 也是人们所关注的 石峰和老婆朱虚青结婚四十多年 几年前还曾被传出离婚的消息 但石峰当时就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他解释道 当年应老婆在梅阿密陪小孩念书 夫妻分两地 因此才会被误解 更表示 自己一生中最感谢的就是这位枕边人 不但不会给他太多压力 不过问他的工作 甚至还能帮忙辅助理财 也正是因为这样 石峰的身价暴涨 腰缠万贯 二十几年前石峰走红时 左手赚来的钱 右手就交给朱虚青理财 当别的小生买名贵轿车耍帅时 朱虚青让石峰不必买车子 反而一口气买了十几个停车位 接着又在国父纪念馆附近买房子 让石峰可以走路去拍戏 十年之后 名贵轿车会折旧 可是他们投资的停车位 行情只涨不跌 石峰的家产光是能在台面上讲的 就不只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旁 有一栋豪宅 他们在内湖也有一栋 美国还有两户 外加很多停车位 至于内地有没有制产 他则没有透露 石峰的人生就像他在天下第一位中 扮演的企业老大一样 不同的只是 戏里他是食品界企业老大 生活中他是妖缠万贯的大明星 不过尽管如此 他依旧穿着低调 形势更低调 只要采访他怎么理财 理出亿万人生 他马上对记者说 不要提这个了 我怎么像有钱人呢 不管是29岁的石峰 还是79岁的石峰 不拍戏时 他的打扮永远是牛仔裤配牛仔衣 再开一辆破破烂烂的轿车出外景 带老婆朱虚青外出旅游 也不花钱 就骑脚踏车 吹吹风 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低调了 而朱虚青不只会帮石峰理财 还将一对儿女教导得很好 女儿和儿子在美国念完大学 都攻读电脑科技 目前在科技界工作 石峰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很多制作人都游说石峰 想让他的女儿来演戏 但石峰总觉得演戏这行很苦 能红一辈子 在年轻时赚到的钱 老来还能存到钱没几个 因此并没有同意 还逢人就说 女儿31岁了还没有嫁人 你赶快帮忙介绍好男人 对于老婆 他最得意的是 自己是流氓学生 台南商工毕业 老婆学问比我好 是大学生 台艺大毕业 和李安同一所学校 但最后 我还是娶到了她 还透露 自己以前拍戏回家 太累易怒 老婆就会带着小孩出去散步 让她独自在家消化情绪 不仅如此 她还笑着说 自己以前传绯闻 太太会用小技巧 让她知道分寸 有次 她在家看电视 电视广告出现 和她传绯闻的女星 太太手指着女星和女儿说 这个人以后啊 走在路上 要叫她妈妈 看得出来 朱虚清不仅在事业上 是得力助手 还是个闲内助 现年79岁的石峰 演出过许多 筷子人口的作品 但近几年来 却鲜少看她出现在荧幕前 原来 是她拍戏熬夜多年 导致身体迁安 在2017年 更是传出 她心脏处状况 需要紧急动手术 而且是不算小的手术 后来 她在出席中 是举办的 关怀演艺人员 春节联欢餐会时 也是看起来销售许多 但她也向大家报平安 表示 自己恢复得好多了 医生也叮咛 她要多休息 多运动 饮食也要健康营养 更坦言 希望石峰 不要再拍戏了 但石峰表示 若是身体许可 未来还是希望 能回归演艺圈 过过戏隐 此外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石鹰 石鹰和石峰 曾被称为 电视圈双十大户 演了四十多年的戏 年轻时是一线小生 年纪大了 伴当家老生 戏从来没有断过 不过 两人钱赚得多 花得少 不烟 不酒 不乱挥霍 理财都很有一套 资深老艺人中 林老要靠演艺工会 捐钱助寄 只有双十 拥有一万人生 至于大家 常常认为 他和石鹰有心结 他表示 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只是以前 电视台拍戏 如果找石鹰 就不会找他 这才让外人 觉得他们有心结 其实 他们彼此都很希望 有机会 能同台演出 因此 在聚会中 看到对方 真的很开心 从黑白电影 拍到彩色电视 石鹰演艺精湛 身材不走样 和他一起 合演天下第一位的 很多年轻演员 都称呼他是 帅阿公 虽然年纪 已经将近80岁 但他整个人看上去 依旧相当有精神 或许跟他的养生之道 有很大的关系 过去受访时 石鹰曾被好友爆料 其实演戏 是石鹰的副业 私底下 他最常做的消遣娱乐 是打麻将 而这也能帮助 他不断激荡脑力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 石鹰现在和妻子 儿女 移居美国佛罗里达居住 朱须清过着 相夫教子的生活 石鹰则偶尔回台北接戏 则升格当制作人 导演 不拍戏的日子 则回美国陪家人 偶尔还和家人 进行一次 阿拉斯加 冰河之旅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 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 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 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中文字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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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参加